发生爆胎了 那我该怎么处理 如果不幸发生爆胎的话 不用慌张 要保持沉着冷静 然后握紧方向盘 尽量避免踩刹车 将速度缓缓降低之后 停靠到路边 然后打开危险警告灯 并于车后50到100公尺处 摆设故障标志 并在安全的情况下 自行更换轮胎 或是寻求专业修护厂的支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